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3个车业 我是13个车业 全部在林克的列车上 这是特别一个车业 心里就是挺担心的 挺惦记的 但是这是没办法 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顶上去 我是天津客运段京福车队列车长 我叫满运源 我叫张宏鹏 是北京铁路公安局天津公安处乘京纸队 一大队高铁队的复杂队长 我是2005年1月入路的 到今年已经15个年头了 我现在走的线路是天津西站到香港西九龙站的 高305高306四列车 这条线路是2019年的7月份开行的 是咱们北京局第一条跨境旅客列车 开行的时候我就来到了这边 担任这边的列车长 这是我上班这么多年第一次遇到 刚开始听到的时候也是有些紧张的 每年我们的春运都是非常忙碌的 客流量也是非常大的 像我这个305 306次列车 到了长沙南站 还有衡阳东站 上座率比较高 基本上中到广州就是定源的状态 我们每4个小时进行一次全面的消毒 包括车厢里面的座椅的扶手 小桌板 地面的擦拭 墙壁的擦拭 包括卫生间的门把手 垃圾箱 这些地方都是需要我们进行消毒的 一盒是16个 然后漂亮的 一盒是16个 如果在列车上 必有这个发热力更多 工作的时候认识的 现在结婚 09年 现在11年了 穿上这个防护活 07年入警 到现在是13年 直到这个疫情的时候 是在这个大年28 我们在这个公安处的要求下 和这个支队的这个部署下 我们也是制定了一些方案和预案 我这是从大年29 一直到现在 一直是坚守在这个工作岗位上 那次呢 是我在这个队里背勤奔岗 应该是晚上的23点多 接到这个反馈 说这个高一上 有一名旅客 已经确诊为病例 而且这个旅客呢 就坐在高一次列车蹭井 请坐在旁边 防疫部门啊 要求我们这个蹭井啊 进行居家隔离14天 于是我呢 主动向支队这个领导请站 转天早上有我 担当这个高一次列车的蹭井 过途中 我一直怕这个爱人呢 担心 所以我也没告诉他 最爱人一早 我就这个 把这个包啊 手揉着包 我就到北英南里接车就走 那天我给他打电话 说孩子学校的事情 回头呢 电话就是一直信号不太好 打了两三遍 断断续续的 电话里面那边有车上广播的声音 后来呢他才跟我说 心里就是挺担心的 挺惦记的 但是这是没办法 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顶上去 我说你一定注意安全 做好防护 戴好口罩 像我们俩在一起这个可能应该是不太多 平时也是因为工作忙 他在外边 我在外边跑 见面的机会 确实真的是不太多 各在齐岗 因为我们也很少有这个机会 包括我送车 他走车 有可能很少在同一天碰见 孩子是当年初期的生日 我们也是这个设想一下 是给孩子过一个 爸爸妈妈都陪在他身边 给他过一个生日 他知道他爸爸是警察 要出去抓坏人 他也知道我们这个工作性质 应该是在疫情以后吧 我们给这个孩子 把这个生日给补上 从和谐号到咱们现在的副性号 高铁列车应该是重中之重 疫情在前 我们都应该冲锋在前 我们的医生日夜 向您问好 祝您旅行愉快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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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